中央财政会在今年四季度增发国债一万亿 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外盘的中国资产像A50什么的都在拉升 为啥呀 因为这次发债很特殊 而且释放出了很强烈的稳定经济 以及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信号 那具体特殊在哪里呢 主要三点 首先是时间点 现在都四季度了呀 一般发国债都是要在年初的时候提出来 那这回很明显是安排了加塞 发债的明目是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和弥补防灾减灾短板 这里补短板的意思大约等于搞基建 并且明确了会通过全额转移支付的方式 分两批把钱全部转给地方 真实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政补贴 好让地方有更多的财力去稳增长 更大的可能性是为了间接化解地方债务 那第二个特别之数是发行的程序 普通过债的发行额度通常是要在三月份 全国两会期间提醒全国人大审议之后才能通过 但是预算法也有规定 国务院可以按照实际的情况 提醒全国人大常委会调整当年的预算 那这回这一万亿国债的发行期就使用了这个后门 说明这笔钱在用途上相对紧急 第三这次的国债不叫特别国债 但是呢它又是按照特别国债进行管理的 最可能的原因应该是 特别国债的发行虽然手续简单 但是它对于资金的运用管理很严 基本要求专款专用 咱们历史上曾经发挥的几次特别国债用途都很清晰 第一次2700亿是给四大行卸包袱的 第二次1.55万亿是给中投公司当资本金的 第三次1万亿是20年的抗疫 第四次7500亿则是22年为了对冲经济下行的风险 而且呢特别国债不会纳入赤字指标 但这次新华社的解读是提到了财政赤字率变化的 从3%提高到了3.8% 所以说呢这次啊其实就是个折中的办法 既要发行的便利性 又不想资金的运用限制过于严格 那么从影响上来说 我们知道现在地方政府因为卖地收入这块降得太狠了 所以财力吃紧 但是很多事情要地方去做 那就只能由中央政府出面 在债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一加杠杆了 根据一些研究员分析 1万亿的量足以对冲信用收缩了 那么从汇金入市到1万亿特别国债 相信政策工具箱里能够拿出来的东西还有很多 中国最有故事的前证监会主席周道九先生去世了 享年91岁 他在花甲之年才临危寿命 出任了证监会主席 从上任到正式退休只有两年的时间 但却经历了三件大事 渐渐都惊天动地的 有的甚至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的A股 周道九在当证监会主席之前 曾经当过建行行长 兼国务院证券委的常务副主任 以及国开行的副行长 本来他应该是会在国开行干到退休的 但是199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三二七国债事件 当时万国证券跟有财政部背景的中金开 在国债期货上多空对决 那个时候的国债期货市场挺乱的 杠杆高到吓人 万国证券的空头仓位重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期货每涨一块钱 他就得亏四个亿 那可是95年的四个亿啊 万国证券当时被逼到了绝路 于是在最后的八分钟 利用交易所的规则漏洞 在仓位已经很重的情况下 加码裸卖空一千多万张 对应的国债规模高达两千亿 可是呢 这个国债总共规模也才两百四十亿 所以呢 结果就是 把这个期货价格硬生生的给打了下来 如果按照收盘价结算的话 那么万国证券将会从亏六十亿 变成赚四十亿 但是呢 当天上交所就宣布 万国证券的卖单 由于没有足够的保证金 所以作废 万国证券就又从赚四十亿 变成了巨亏十六亿 这个事也直接导致 万国证券被深淫证券合并 变成了深淫万国 再慢慢变成了今天的深万红元 而当时万国证券的老总管金生 还因此被判入狱了十七年 而那个时候的上交所总经理 以及证监会主席全部都下课 周道炯出任证监会主席的 第一件事就是收拾这个烂摊子 也就是这个时候 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 证监会主席就是火山口 后来呢 国债期货被关闭 直到18年之后的2013年 才重新开放 他任上经历的第二件大事是 A股史上最猛的涨幅 一开始A股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 而且还是T加零的 1996年 之前跌了三年的A股启动 或者在半年多的时间里 就涨了120% 深层值更是涨了340% 这背后固然有政策的支持 但更重要的是 有大量的银行资金 违规进入了股市 周道炯一看 这样涨下去也不行啊 赶紧降温 连发12道金牌提示风险 但还是没有用 后来呢 人民日报就发表了 那篇著名的评论员文章 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 股市才开始降温 但是有很多人 在这个过程中就爆仓了 周道炯自己都说了 有个小孩给他写信 说爸妈都是打工的 炒股亏钱了 每天都吵架 自己的学费都交不起 请他能不能下个命令 把股票拉起来救救他家 那么在经历了这场暴涨暴跌之后呢 证监会就出台了涨跌停制度 同时呢 T加1交易来控制风险 可以说这个制度到现在 都还在深刻影响一股 至于说这个制度的好坏 就得考虑各自时代的背景 大家自行评述了 还有第三件事就是查财务造假 那个时候海南有家上市公司 叫求明园 95年每股收益财不到一厘 结果96年怎么就变成了8毛7了 还宣布要10送10 搞到股价很快从1块7涨到了26块 证监会觉得不对劲 就查他的账 结果发现所有利润全是假的 真实的工资是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而且还有内幕交易 操纵市场等等问题 最后呢就把董事长给抓进去了 这在当时的A股市造假第一案呢 轰动非常的大 也就是在这以后 证监会加快了相关的监管规则的制定 像证券法基金法什么的 都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当然在那个时候 也不可能做到一步到位非常的完善 但确实根基是他打的 这位老先生在前天去世 可以说算是彻底的试了服役去 总结他的一生就是灭火队长的角色 他发明了几个经典的词 比如说不分红的叫铁公鸡 他最大的愿望是 以后没有人再说 证监会主席是做火山口这句话 但实际上呢 这个愿望到今天也没有实现 确实如果咱们的股市能征点气的话 有哪来火山口这一说呢 这又何尝不是全体股民的愿望呢 这难道是恶意退市吗 最近有家A股公司的骚操作都刷屏了 首先呢 业绩突然变脸被ST了 然后股价连续跌停 公司不但不想办法维护自己的股价 反而又发了个公告说 自己借给大股东的39个亿 可能拿不回来了 那股价不就直接没救了吗 搞到网友们纷纷怀疑 这是不是在恶意退市啊 因为反正之前该圈的钱都圈了嘛 该套现的也都套现了 再待在A股也没啥意思了 干脆退掉 这家公司呢 叫ST毅力 主要做的行业是新能源的光伏赛道 2000年上市的 之前的业绩还一直很不错 2018年到2022年持续5年盈利 每年多的话能赚10个亿 少的话也能赚5个亿 5年总共赚了接近40个亿 2023年 全国的光伏新能源行业都卷疯了 公司也受了影响 然后到了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 公司就公告说 公司虽然还是盈利的 但现在盈利只剩几千万了 结果谁知道啊 憋到了4月29号的时候 公司年报出来了 直接变脸变成了亏损5个亿 更糟心的是 这份年报还被会计所出去了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那按照规定 紧接着等待的就是ST嘛 国九条之后的行情 大家都知道 只要戴上来ST的帽子之后 基本上就是连续跌停 公司是4月30号发年报的 从5月6号开始 每天就数版吧 数到了5月24号 公司的股价已经跌破了1块钱了 结果这家公司 不仅没有互盘的动作 反而又在6月4号晚上公告说 公司放在大股东旗下财务公司的 39亿存款可能收不回来了 这个事就更加蹊跷了 39亿不是小数目哦 公司在前几年搞了一次定增 募集了32亿的现金 那按照规定 这个募集的资金 应该存在相应的银行专户里 轻易不能动用的 结果不知道公司 搞了些什么样的操作 硬是把这个钱 转到了大股东旗下的财务公司 那如果说你把这个钱 转到那家财务公司 是为了更高的收益 这个初衷还可以理解 但是你总得考虑一下风险吧 这家财务公司 已经是劣迹斑斑的了 连续多年都因为违规 被处罚过 但是公司完全不在乎 哪怕审计机构 不断地跟他提醒风险 他还非要把钱放到那 这不摆明了 就是让猫儿看鱼缸 让老鼠去守粮仓吗 果然啊 这39个亿 实际上就是被大股东 伊犁集团给借走了 更关键的是 虽然这个大股东 持有公司12亿股的股份 占比三分之一 但这股份都已经全部质押出去了 所以你可以认为 名义上虽然他还是大股东 但实际上 他如果想要甩手的话 跟上市公司 已经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 现在呢 这样上市公司 已经连续11天跌破了1元 哪怕后面9天 每天涨停 也回不了面值以上了 可以说是已经锁定了退市的命运 但这里面没有问题吗 伊犁集团还显示 公司有165亿的净资产 却只有20亿的市值 公司的市净率 在A股排倒数第一 所以呢 这难免就让人怀疑嘛 65亿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有多少是水分 有多少是已经被人给掏空了 在国九条之后 监管强化了对于上市公司的 强制分红等等要求 割散户变难了 但上市割不了 那就退市割呗 据说有人连流程都设计好了 先呢 IPO上市缺一笔钱 上市以后增发再缺一笔钱 然后通过减持质押等等方式 把能弄出来的钱全弄走 这一套搞下来之后呢 几十亿的现金应该是有了 再接着呢 公开承认我之前造假了 领个几千万的罚单 然后股价暴跌 面值退市 再趁着低价把股份全买回来 最后只留下了散户 或者机民们风中站岗 果然还是城里人会玩呢 在赔偿机制没有完善的前提下 强制退市这个事情 对于市场来说 对于股民来说 真的是好事吗 中东土豪到底是有多爱中国呀 最近呢 卡塔尔投资局准备拿35亿出来 买入华夏基金10%的股份 成为第三大股东 而之前的4月份不是有两家中东资本 参与了万达600亿的股权投资 救了老王一命吗 在二级市场上 这些土豪们也是频频出手 截止到一季度末 中东的第一大投资基金 阿布扎比投资局 已经现身了27家A股上市公司 前十大流通股东中 持仓112个亿 还有科威特政府投资局 也出现在了30家A股的 前十大流通股东中 持仓45个亿 所以中东土豪 为什么现在这么偏爱我们呢 在以前投资我们的很多都是欧美资本 但是这两年 这些资本在纷纷离开 截止到去年的9月 外资企业连续6个季度 一共撤出了超过1600亿美元的资金 做实业的苹果 戴尔也纷纷把产业链搬到了印度 越南 做金融的挪威主权基金 加拿大主权基金 还有美国贝莱德基金等等 也陆续的撤出 搞得A股的小脸发绿了 再加上美国是一伙一个政令的 把美元往回赶 比如说去年8月份禁止美国的投资机构 在半导体 微电子 以及人工智能等等高科技领域的对华投资 但是幸好 这些金发碧眼西装革履的前脚刚走 浓眉大眼头顶白布的后脚赶来了 自从去年的6月份以来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 已经在中国投资了人币507亿元 是前一年投资额的5倍 所以为什么中东土豪现在在爆买中国资产呢 这些土豪也不是人傻钱多 主要也还是为了利益 放眼世界 能够跟华尔街平财力的 只有中东主权基金了 他们的管理资产规模高达3.7万亿美元 占到全球主权基金的36% 中东土豪的本金主要来自于石油 比如说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商 沙特阿美 每天产油量是世界的十分之一 每桶油的开采成本只有3美元 咱们是12.3美元 那因为他们卖石油 之前拿到的主要是美元 所以以前他们主要是投资在美国市场 比如说美债美股 但是在俄乌战争之后 欧美不是没收了俄罗斯的很多资产吗 这通操作搞到中东资本有点怕怕的 就开始寻求投资方向的多元化 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 就比如说像沙特的美债持仓 已经用2020年的1840亿美元的水平 跌至了2023年的1110亿美元 累计净抛售了730亿美元的美债 同时呢 在俄乌冲突之后 国际油价大涨 中东资本又借此报复了一轮 他们也需要给这些钱找到更多的投资目标 那为什么偏偏选择中国呢 首先哈 中东国家虽然是靠石油发大财 但他们也很焦虑 万一哪天石油不香了怎么办呢 所以呢 他们是左手开采石油 右手发展新能源 比如说沙特就计划 到2030年 他们的非石油能源的出口 得占到GDP的比重 从原来的16%提高到50% 要争取将非石油收入提高6倍 那干这个事情放眼望去 还有比中国更合适的搭档吗 所以说呢 中东资本以前投资欧美 主要是买金融资产 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的投资 就更加脱虚向实了 更喜欢科技和新能源 比如说阿联酋的穆巴达拉投资公司 就投资了小鹏 还有阿波扎比投资局 是战略投资了蔚来 说不定蔚来哪一天 可能就直接让咱们中国的电动汽车公司 上他们那去 直接建厂了呢 还有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为了巩固咱们的中国市场 在2023年以前 沙特是中国最大的石油来源国 但是现在这个位置 已经被俄罗斯给取代了 面对着俄罗斯的竞争 沙特阿美公司拿出真金白银投资中国 投资的对象呢 都是之前就有合作关系的 能源化工巨头 比如说他收购荣盛实化10%的股份 在这之前呢 他已经就是荣盛实化的原油供应商了 在这个投资完成之后呢 双方又达成了合作协议 沙特阿美每天供应48万桶原油 为期20年 你看既进行了财务投资 又强化了业务关系 也稳住了中国市场 另外呢 很多国家都已经苦美元霸权久矣啊 想象一下 我们用人币买中东石油 中东呢 用人币购买中国制造 投资中国资产 如果这个闭环实现了 那恐怕美元霸权就真的 被撕开一个口子了呀 我用人币购买的那种 我们用人币购买的那种